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庆典的还有中共中央 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和部分老同志代表 今天来自全国各条战线的英雄模范人物 各少数民族代表 香港 澳门 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 海外留学生代表和各国驻华使领馆的官员 以及多年在华工作的外国嘉宾 在天安门现场观看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盛大庆典 主持庆祝大会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北京市委书记刘奇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大会 现在开始 明礼炮 这一时刻 轰鸣的礼炮 响彻天安门广场的上空 这一时刻 轰鸣的礼炮 响彻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的土地 这一时刻 轰鸣的冥想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跳同频 这一时刻 轰鸣的震撼让每一个中华儿女的热血奔腾 等隆隆的炮声冥想在和平的天空 我们可以告慰那些用生命铸就新中国的英灵 党共和国的武装力量 踏步在祥和的广场 我们可以告诉全世界 中国人自尊 自信 自强的宣言 高亢 嘹亮 从人民英雄纪念碑 到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 带着先烈的期望 走向崭新的希望 新中国的每一步都曾留下坚实的声响 从一九四九年到二零零九年 六十年 一个甲子的纪念 新中国的每一年都拥有喜悦变化的景象 为了新中国发愤图强的目标 我们携手同心 为了新中国更加灿烂的明天 我们迈步前进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 五星红旗就是前进的方向 激情澎湃的中国人 始终走在实现远大理想的大路上 五星红旗 unmute 咱们一杯 阿斯 Hee 演唱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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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